在英国郊外一个普普通通的午后,镇上的牧师准时来目无赴约。 他刚推开房门,一个相艳的场景就扑面而来,上校夫人正在跟一个衣衫蓝绿的穷小子偷情。 牧师尴尬地退出房间,作为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教徒,他根本不懈管这种闲事。 但不久之后,上校竟然死在了牧师家的书房,他被人一枪贯穿后脑,死状非常惨烈。 他的死是否跟自己撞见的一幕有关,凶案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根据阿加沙小说改编的推理悬疑片《欲所迷案》。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小镇居民像往常一样来到教堂集会。 趁着这个机会,牧师公布了教堂上周的募捐情况,他们总共收到了18先令的善款。 听到这个数字的贵妇非常震惊,因为光她自己就捐了12先令,其他人加起来不会只有6先令吧。 贵妇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身为教区委员的上校,希望她将这件事调查清楚。 上校是个暴脾气,她认为这些钱肯定被人私吞了,于是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让牧师整理一份账单。 周二早上6点一刻自己准时去查阅,虽然事情还没有被证实,但上校激动的言论仿佛她确实贪污了一样。 回家的路上,上校恰好遇到了女儿,她每个周末都会去画肖像。 虽然女儿声称只画了手的部分,但她的背包里却装着一件内衣,不用说也知道她画的是什么。 上校瞬间勃然大怒,自己如此看重颜面,女儿居然去做这种事。 上校妻子劝她小声点,因为家里还住着两位客人,教授和她的孙女,他们是来镇上做研究的,顺便住在了上校家里。 中午,马破尔小姐和画家应邀来牧师家做客,同时到场了还有牧师的职责和助理。 趁着这个机会,牧师让助理整理一份教会的账目表。 周二的时候,上校回来试茶,每次提到上校,牧师都恨得牙痒痒,有时候自己真想勒死她。 听到这样的话,除了马破尔之外,其他人也纷纷表达了对上校的恨意。 画家甚至开玩笑地说,让人们用自己的枪动手,上校好多的性格几乎得罪了镇上的每一个人。 午饭过后,上校妻子约马破尔出来喝咖啡。 马破尔人员非常好,从来不干涉别人的生活,更不会背后嚼舌根。 很多人都会找她倾诉心事。 上校其实是妻子的第二任丈夫,她的前夫没能从战场上回来,因为战乱的关系。 妻子迫切需要稳定的生活,所以才嫁给了上校。 但她结婚之后并不幸福,上校的脾气众所周知。 女儿又是她为邪恶的气慕,这样的生活她早就过够了。 两人正聊着,上校开车来接他们。 就当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一辆摩托车从拐角处冲了出来。 虽然上校成功躲了过去,但马破尔就没那么好运了。 他被摩托车撞到后扭伤了脚踝,一声简单帮他包扎了一下,扭伤并无大碍。 但近期只能依靠拐杖走路了。 当天下午,牧师来到画家的画室。 最近这段时间,妻子也在让她画肖像,画家的风流仍尽皆知。 牧师想知道她给妻子画的是什么。 就在她推开房门之后,发现画家正在跟上校妻子偷情。 如果事情泄露出去,上校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画家便追了上去,希望他帮忙隐瞒此事。 作为小镇的精神领袖,牧师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 但如果将事情曝光,上校就会颜面扫地。 所以他只能提醒画家,要么结束这段关系,要么离开小镇。 画面来到酒吧,上校来包房见了一个金发女人。 对方一脸凶狠地告诉她,很快你就会被处刑了。 说着,还做出一个开枪的手势。 上校一向嚣张跋扈,但对金发女子却敢怒不敢言。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跟上校之间又有什么恩怨呢? 第二天一早,上校出门的时候,跟接住在家里的教授打了声招呼。 教授跟孙女是法国人,他们名义上是来研究英式建筑的。 但每当家里没人的时候,爷孙俩就会偷偷摸摸地四处翻招, 似乎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路上,上校的车子不小心撞上了牧师助理。 本来只是一场意外,但他偏说助理是因为担心账目问题才走神的。 这让对方郁闷到了极点。 另一边,画家来找马普尔小姐倾诉心事。 马普尔的家就在画室对面。 昨天,他正跟邻居们喝下午茶, 所以画家跟上校妻子的事情已经不是秘密了。 画家思考了一夜,自己离开小镇或许对谁都好。 马普尔不会干预他的决定, 只是告诉他结束一段感情需要很久才能走出来。 跟马普尔聊天总能让人心情舒畅。 画家临走时还不忘把小桌子摆到院子里, 方便马普尔出来晒太阳。 紧接着,画家又来跟牧师告别。 刚来这个小镇的时候, 是牧师把家里的小屋借给他当画室。 现在也是时候归还了。 早上五点半, 上校出门前往了牧师家。 今天是周二, 他跟牧师约好了六点十五分查看账目。 不过牧师却准备出门。 他刚刚接到电话, 隔壁村有一位老人快不行了, 自己必须立刻赶过去。 他嘱咐女佣如果上校前来, 让他先在书房里等一会儿。 六点一刻, 上校准时到达了牧师家。 当听说对方要晚点回来的时候, 上校一点也不在意。 在他看来, 牧师一定是因为害怕查账躲出去了。 他来到书房, 再晚自己也会等他回来。 另一边, 上校妻子来马普尔家闲聊, 就在这个时候房间里的电话叫了起来。 因为马普尔腿脚不方便, 上校妻子只能替他去接电话。 但没想到的是, 电话居然是打给上校妻子的。 有人让他去一趟牧师家里, 马普尔起初并没有在意。 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上校妻子就从牧师家出来, 转身走进了画室中。 紧接着画家也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他们都曾跟马普尔说要结束这段关系, 现在又偷偷摸摸地聚在一起。 马普尔很少管闲事, 只是自顾自地看起了小说。 没过多久, 树林中突然传了一声枪响, 马普尔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表。 时间刚好六点三十分, 还没等他弄清楚情况, 教授和孙女就分别从左右两个方向出现。 画家和上校妻子也从画室中走了出来, 几人互相打了招呼, 然后就各自回家了。 六点四十五分, 画家来到牧师家里串门, 因为牧师不在家, 女佣便让他去书房等候, 但他刚来到书房就急匆匆地跑了出来。 出门的时候还撞上了刚回家的牧师, 他甚至连声招呼都没打, 看起来非常慌张。 牧师第一时间来到书房, 发现上校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根据医生的检验, 上校的死亡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 探长在地板上找到一个摔坏的时钟, 时间最终停在了六点二十分。 桌子上还有一封上校留给牧师的信, 大概内容是他等不到牧师回来了, 上面标注的时间也是六点二十分, 因为信只写了一半, 所以探长推测死亡时间就是六点二十。 上校被人一枪射穿了头部, 从他倒下的位置来看, 凶手应该是从书房的侧门方向开枪的。 刚刚牧师说过, 隔壁村的老人一点事都没有, 这就说明他是被人匡骗去的。 凶手就是趁着这个空档溜进来, 当时上校正背对着房门写东西, 再加上他听力不好, 所以才给了凶手可乘之机。 探长到外边转了一圈, 发现马普尔小姐正一脸好奇地望着这里, 他可能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于是便过来询问他, 六点二十分左右是否有人去过牧师家? 马普尔表示上校妻子曾去过, 但枪声是六点三十分传出来的, 而且是从树林的方向。 目前来看, 嫌疑人有两个, 一个是上校妻子, 另一个就是画家。 牧师回来的时候, 刚好撞见他慌张地从自己家离开, 他可能看到了尸体, 当然也有行凶的可能, 就在人们还在胡乱猜测的时候, 画家居然来到警局自首, 甚至还带来了钻用的手枪。 根据画家的陈述, 他跟上校聊天的时候, 不小心说漏了自己跟他妻子的关系, 为了不让心爱的人受苦, 画家便开枪射杀了他。 就在此时, 马普尔乘车来到了警局, 他想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线索, 为了不让牧师迟到, 牧师夫人会把时钟调快十五分钟, 如果时间定格在了六点二十分, 那么上校遇害时间应该是六点零五分。 这个时间画家根本不在书房里, 马普尔可以作证, 那么只能是另外一种见识。 凶手作案之后故意调整了时钟上的时间, 以便跟留言上的吻合。 探长笑了笑, 马普尔的猜想更加确定了, 画家就是凶手, 因为他是六点四十五分前往的牧师家, 在杀害上校之后, 将时钟调到了六点二十分, 这样就可以排除自己的嫌疑了。 法医立刻否定了这个说法, 被害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六点二十到四十之间, 六点四十五绝对不可能。 所以, 画家并不具备作案时间。 回家之后, 上校妻子已经在马普尔家等候多时了, 他打电话找来警察, 声称自己才是杀人凶手。 他对上校恨之入骨, 凶起是上校在部队时的手枪。 马普尔立刻拆穿了他的谎言, 上校妻子是从自己家离开的, 他没有拿包, 还穿着一身清凉的长裙, 根本没地方藏枪。 就在这个时候, 检验科打了电话, 打死上校的那枚子弹是从画家枪里射出来的, 不过画家的作案逻辑却站不住脚。 如果上校是六点四十五分被射杀的, 为什么六点二十开始写的信却没有写完呢? 所以画家和上校妻子大概率不是凶手。 他们都以为上校是对方杀死的, 自首是为了替对方顶罪。 既然凶手六有七人, 现在他们必须从长起义。 上校妻子在马普尔家的时候接过一通电话, 对方的声音很轻, 轻到连男女都分辨不出来。 他威胁上校妻子, 如果不想让他跟画家的事情曝光, 就去牧师家的书房。 现在看来, 这个人很可能是凶手, 他让上校妻子去书房就是为了嫁祸他。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 马普尔在探长的收益下查看了警方档案。 当看到上校写的那封信的时候, 马普尔立刻察觉到了异常。 上校跟牧师约定的时间是六点十五分, 信上的内容说他等不到牧师回来了, 才过了五分钟就等不下去了嘛。 况且进门的时候上校就说一定会等他回来, 这个场景似乎跟信上的内容有些格格不入。 此外, 六点二十分的自己跟其他自己颜色也不一样, 就像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一样。 如此看来的话, 上校很可能是六点二十之后遇害的。 凶手为了迷惑警方, 故意在信上写下这个时间, 然后调整了时钟的指针。 离开书房的时候, 马普尔偶然捡到一个烟头, 这是法式相言。 镇上只住着两个法国人, 教授和他的孙女。 案发的时候, 他们二人也出现在了现场, 难道这起谋杀案跟他们有关吗? 画面来到庭审现场, 法官将证人们逐一请了上来。 牧师女佣是六点十五分把上校请进来的, 五分钟之后, 她听到书房有人打了个喷嚏, 之后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上校跟镇上的多数人都有矛盾, 根本没有人在乎她的死活。 再加上证据不足, 法官便将上校被杀定为了悬案。 庭审结束之后, 马普尔将捡到的烟头递给了探长, 这是在牧师家门口捡到的。 牧师一家没人抽烟, 而且小镇中也没有这种法式烟。 探长明白他的意思, 于是就找上了教授。 爷孙俩在这里研究英式建筑, 然后刊登在他们的杂志上。 探长记录下了杂志社的名字, 他已经想到如何辨别人的身份了。 另一边, 牧师找来了助理, 询问周二整理的账目表放在了哪里。 助理同样一脸疑惑, 他整理好之后就放在了书房的桌子上, 这样上校就能直接看到了。 不过现在却不见了踪影, 难道是凶手拿走了吗? 他拿走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 晚上, 教授和孙女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但他们刚走出房门就被探长拦住了, 二人供职的那家杂志社战前就倒闭了, 他们如此煞费苦心地隐瞒身份,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教授剑躲不过去, 便向他说出了实情。 自己有个孙子名叫亨利, 战争时期被上校出卖, 导致他被敌人折磨致死, 而上校却得到了一大笔赃款。 教授都这个年纪了, 他不怕死, 但他一定要在有生之年被孙子报仇。 那天下午他拿着枪前往了牧师家, 但走进书房之后发现上校已经被杀了, 虽然没能亲手报仇, 但既然仇人已死, 自己也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根据教授的描述, 仍在地上的凶器有很长的枪筒, 而且他看到的字条也有半页纸那么长, 并不是简单的几行字, 看来字条一定有问题。 为了印证这个猜想, 探长将字条拿给上校妻子, 询问上面的自己是不是上校的? 妻子看了一眼就否定了, 无论是6点20的时间, 还是字条内容全都不是丈夫的笔记。 就在此时, 探长接到了一个通知, 有辆摩托车昨天早上被盗, 案发之后又被人遗弃了, 马普尔和上校夫妇险些被撞到, 看来凶手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策划谋杀了。 随后, 马普尔来到画室, 画家已经在收拾房间了, 明天他就会离开小镇。 无意中马普尔在角落里看到一块被烧焦的白布, 这里是画室, 为什么会有烧焦的东西呢? 转眼又到了教堂集会的时间, 听着牧师慷慨激昂的演讲, 坐在下面的人各个心怀鬼胎, 在上帝面前很多人都良心难安, 散会之后, 画家碰到了牧师助理, 他的车胎被人扎了, 最近小镇上人心惶惶, 助理也担心自己会被针对, 画家什么都没说, 只是跟他一起去修车了。 另一边, 金发女带着上校女儿找上了牧师, 有件事情他必须要坦白, 其实自己就是上校的前妻, 他年轻时非常贪玩, 时不时地就往城里跑, 上校无法忍受他的行为, 就拿出一笔抚恤金让他离开了, 前提是不许再见女儿, 直到六年前, 金发女的第二任丈夫去世, 他才鼓起勇气回来, 只是为了跟自己的女儿团聚, 怪不得上校去见他的时候敢怒不敢言, 因为他担心金发女会抢走女儿。 画面来到马普尔家, 不久之前, 他曾委托主教查询小镇教堂的账目问题, 原来做假账的不是牧师, 而是牧师助理。 上校当天去赴约的时候, 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 上校被杀桌子上的账目表被调换, 难道真凶是牧师助理吗? 就在这个时候牧师冲了进来, 助理刚刚寻了短见, 上校遇害险留下一封诗词, 里边详细指控了助理偷钱, 好在发现的及时, 助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 如果他是凶手, 又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 就在探长离开后不久, 马普尔突然想明白了, 他急忙来医院找上探长, 将整个过程告诉了他, 真正的凶手就是画家和上校妻子, 他们故意让牧师撞破二人的奸情, 为了救世案发之后, 确保他们是首要嫌疑人, 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脱罪, 后来上校妻子将马普尔约到咖啡厅, 当上校来接他们的时候, 一辆摩托车急车而过, 刚刚探长说过, 有人的摩托车被盗了, 其实偷车贼就是画家, 他当时的目的不是上校, 而是马普尔小姐, 当他站立不稳的时候, 上校妻子趁机垫脚, 导致他扭伤了脚踝, 案发当天, 画家贴心地替马普尔打好了小桌子, 由于腿脚不变, 他只能被迫成为了替画家和上校妻子脱罪的目击证人, 之后画家又找上了牧师, 他名义上去辞行, 实际上是将带有消音器的手枪放在了书房的花盆中, 教授看到的长枪筒其实就是消音器, 紧接着画家去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打给牧师, 声称隔壁村的老人快不行了, 让他赶快过去一趟, 另一通打到马普尔的家, 此时的上校妻子已经在马普尔家等候了, 他接到的电话就是画家传递给他的信号, 意思是实际到了, 他6点20去的书房, 然后用花盆里的枪打死了上校, 这个过程只有30秒, 而且他知道马普尔会看到他身上没法带枪, 自己的嫌疑也就排除了, 得知真相的探长第一时间逮捕了画家, 女佣6点20分听到有人打喷嚏, 其实就是上校妻子开枪时消音器发出来的声音, 现在的疑问是, 6点30分从树林里传来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啊, 直到马普尔在画室中找到了一块烧焦的破布, 这是画家向树林中开枪时包裹猎枪用的, 所以枪声并非来自树林, 而是从画室中传出来的, 6点45分, 画家假装来找牧师, 因为他知道牧师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所以就来到书房拿走了凶器, 并伪造了一张有着明显硬伤的纸条, 这时候他看到了教堂的账目标, 以及上校检举牧师助理的誓词, 画家瞬间灵机一动, 便把那些资料拿走了, 最后他打碎了时钟, 并把时间调到了6点20分, 他知道时钟快15分钟, 所以最终传递出来的线索就是, 死者是6点05分与害的, 这样他跟上校妻子就全部洗脱嫌疑了, 昨天晚上, 画家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踢醉羊, 牧师助理贪污的事情被发现, 他的杀人动机绝对足够, 所以画家就在集会结束之前, 扎爆了他的车台, 然后以修车为理由去了助理家, 在助理吃完药睡下之后, 画家就打开煤气, 并把上校的检举信放在床边, 将现场伪装成助理畏醉寻短见的假象, 只是他没想到, 助理其实被人救了下来, 两人的计划堪称完美, 先将自己的嫌疑最大化, 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 可惜他们遇到的是马普尔小姐, 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的眼睛, 马普尔询问上校妻子, 为了一个相识几个月的陌生人, 做这一切值得吗? 不过对方却表示, 画家不是什么陌生人, 而是从战场回来的丈夫, 战争结束四年后, 妻子偶然得知了丈夫还活着的消息, 当时自己已经嫁给了上校, 丈夫知道后并不敢来见他, 因为他觉得, 进入别人的婚姻是不对的, 但妻子却无法忍受, 也是他把画家找来的, 马普尔对此深有体会, 年轻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军人, 后来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 虽然心中万千不舍, 但他还是在对方踏上战场之前跟他断绝了关系, 因为自己知道, 如果军人战死, 荣誉应该由原配夫人珍藏, 马普尔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那段记忆永远藏在心底, 影片的最后, 画家和上校妻子因杀人罪被判处绞刑, 马普尔独自坐在教堂中陷入了沉思, 有情人本应该终成眷属, 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冰冷的脚索和无尽的忏悔,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御所迷案》是马普尔小姐探案系列第一季第二集的内容, 相比于阿加沙的其他作品, 本部影片的叙述稍嫌冗长, 为了扰乱视线, 故事中一共出现了七个嫌疑人, 首先是牧师, 他对上校的恨意最为明显, 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扬言要杀死他, 其次是牧师助理, 他虽然没有表现得这么直白, 但他行事谨慎, 时不时的还去教堂祈祷, 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嫌疑最大的是画家和上校妻子, 为情杀人这个理由非常充足, 即便没有自首的环节, 他们也会被认定为最大嫌疑人,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两人的嫌疑反而越来越少, 以观众们对阿加沙的了解, 太早出现的嫌疑人不一定是真凶, 所以人们并不能百分百确定二人就是凶手, 还为戏份很少的金发女和教授耶孙, 他们身份不明行踪诡异, 在真相没有揭开之前, 他们同样拥有作案嫌疑, 影片只有97分钟, 但却一点水分都不掺, 每个场景每个镜头都蕴含着大量线索, 如果想要弄清楚影片的所有细节, 却要不停地按下暂停键, 除此之外, 影片还谈到了马普尔的感情问题, 在小说当中, 马普尔终身未婚, 阿加沙在这方面也显有提醒, 不过本部影片却为她塑造出了一位爱人, 而且是一位有妇之妇, 虽然这样的改编有些欠妥, 但转年一想也可以理解, 故事中的画家和上校妻子是一对恩爱的恋人, 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公开关系, 这就像做大山压榨人身上, 在他们看来, 为了真爱杀人不算过错, 故事的结局, 上校妻子还在问马普尔,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影片加入马普尔的感情线 其实就是为了对比画家和上校妻子, 马普尔用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爱情是很神圣且珍贵的东西, 有时候即便有情人不能忠诚劝述, 将感情埋在心里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相比于阿加沙笔下的大侦探波洛系列, 马普尔小姐给人的感觉更惬意, 也更放松, 即便是惨绝人寰的杀人案, 也不会让人有害怕的感觉, 人们反而更多地会被故事中的风土人情, 以及马普尔独特的断风格所吸引。 影片中的马普尔小姐, 八卦, 好奇心十足, 什么都打听, 什么都知道, 但她却从不多管闲事, 当她看到画家跟上校妻子同时走进画室的时候, 她只是低头看自己的小说, 甚至有人会问, 一个生活如此单纯的老太太, 为什么会如此动心犯罪呢? 马普尔曾在《谋杀启示》中有过这样的陈述, 我没什么查案的天赋, 只是对人性略知一二, 当人们期待美好的时候, 我总是相信最坏的一面, 这不是什么好的品质, 但却经常被接二连三的事实证明, 我是对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记得查案点赞, 帮指哥获得更多推荐, 你们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